可以看到在台61线北向22公里处 两部小货车与一部连接车发生连环追撞 其中一辆蓝色小货车车头和车位完全挤压变形 几乎成了一团铁球 另一辆货车也是车头全毁 后方的东西散落整条道路 现场一片狼藉 经销货报到场后立即展开救援 而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当场死亡 根据了解 这起事故共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另有两人无呼吸心跳 经销货报后已经将伤者送离抢救 封闭现场进行调查 而详细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厘清